我現在就在Saint Carlos的一個餐廳 今天晚上共和黨的選情之夜 可以說吸引了上百位黨員來參加 氣氛非常的熱烈 雖然目前參議院的選舉可以說是進入了焦灼戰 在許多的Battleground State都陷入了焦躲戰 但是共和黨員大家還是都非常樂觀 對這次的選情也都蠻有信心的 參議員選舉中的戰場州喬治亞州以目前態勢很可能需要重新選舉 比較接近的選舉可能要三到五天的時間才能夠選擇 焦治亞的那個規則跟全匪國別州不大一樣 就是說如果他在大選裡面沒有任何一個候選人拿到50%的話呢 他會在一月份或者是他月底有一個複選 而賓州參議員候選人費特曼因中鋒 在辯論會上表現不佳卻意外打敗原先看好的奧茲醫生 口與當地的民情有關 那費特曼這個人雖然是有點不是說很polish 不是很光亮的一個人 但是呢他就有點那種北部那種鐵秀州的那種工人階級的那種感覺 讓他覺得是很接地氣的 所以的話呢所以我們可能有些時候共和黨對他的一些的攻擊 有些時候是可能是有點過火啦 反而是對他引起對他有點幫助 這次在佛州共和黨在州長與參眾議員選舉表現優異 面對川普很可能出來表態參選 也有共和黨人士認為應該把機會讓給迪尚特 特朗普有太多敵人 特朗普的個人性格是太多敵人 那是為了拜登的選舉 不是因為拜登的選舉 特朗普的選舉 我認為如果特朗普的政策 能夠提供了 如果特朗普的選舉 就像羅恩·德里斯安迪 就像羅恩·德里斯安迪 那就是國民和我們的自由 和自由和民主 都會活著 华语新闻特派智者曾益智英 在旧金山的采访报道